你裝無辜 現在發現你幫了財團多大的一把力 侯友宜這樣子的土地財團 你敢不敢出來講兩句 今天有一隻貴在這裡 我希望抓鬼大隊長黃國昌 你出來抓鬼 明明在為財團利益在護航的 就是民主進步黨政府 林舒芬委員還有什麼臉面 敢指著我黃國昌的鼻子說 我跟財團靠攏 我再問一次 我跟哪個財團靠攏 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林又昌部長 你贊不贊成林舒芬所說的 侯友宜在推動如南如北 是在為特定的財團獨立 林又昌你贊不贊成這句話 我今天在這裡 真正的發自我內心的 我要感謝黃國昌委員的無知 因為黃國昌委員這麼的無知 對盧州因為不知道 然後還敢那裡大放厥詞 所以我今天才有機會 可以把三重果菜市場 這個遷移到盧州的不公平 盧州人的委屈 今天才可以這個跟大家公開的說清楚 105年 新北市政府提出了一個 果菜市場原地重建 好 送到中央來審查 大家要記住 中央隔年 106年的1月24號 就迅速的審查完 順政部在第八九三次會議 就已經審查完 順了 那他為什麼沒有發布實施呢 是因為 還要等新北市政府自己審查的 都更案的進度 當時在審都市計畫的時候 他的這個示意圖是長這樣子的 橘色的部分 就是果菜市場和魚市場 原地重建 而且中央都通過了 106年就通過了 好 這個是我們盧州 盧南盧北農業區 都市計畫重新檢討的日期 請大家記住 108年8月 新北市政府的公文書 送到盧州 然後公展 然後也在新北市政府的都市計畫審查當中 不要忘了這一塊地 它長什麼樣子 最上面這個三角形的地 它是綠色的 他在新北市政府108年審查的時候 他把從超高壓變電所經我們爭取以後改成公園24號公園預定地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三重果菜市場的都更案中央已經審查完去定案了 荒謬的是 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審查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的時候 他都還是公園24 可是他審查結束 突然變成他是批發市場用地 送到中央來 突襲盧州人 程序不正義 所以我主張的理由說 原公展的內容 跟送到中央來的都市計畫的圖書和內容不一樣 所以要求補辦公展 然後呢 侯友宜也很聰明 他都沒有告訴盧州人這件事 就突然來盧州 邀請了里長 然後有一個茶會 叫三盧茶會 各位聽清楚哦 這不是這個都市計畫的說明會 也不是聽取大家意見的公聽會 只有邀請盧州的 議員 立委和里長 茶會 茶會的時候呢 他就告訴大家 這塊地 未來叫做銀河灣 想了一個很漂亮的名詞叫銀河灣 意思是說 果菜市場要搬到這裡來 你知道嗎 三重果菜批發市場的都更案 最右邊這一張 你們的左邊 如果把果菜批發市場拿走 拿走 這裡變成全部商業區耶 然後為了這個開發商的利益 我們翻 翻一下他們新北市政府的會議記錄 發現 裡面有人在反應說 奇怪了 整個立百代集團 立百代集團 所主導的這個都更案 地主 擁有最大土地面積的地主 是36%的 新北市政府 怎麼都沒有人在主導 把這個都更案的主導權 最大地主自己放棄掉 都交給立百代 如果把它可以蓋的樓地板 面積 乘以這個現在 他搬走了嘛 他可以販賣的 一瓶八十萬的話 一瓶八十萬算起來是 這個程序委員會 直接進入到中央來二瓶 然後還怪二瓶的程序太慢 中央卡關 你裝無辜 現在發現你 幫了財團 幫了財團多大的一把力啊 踐踏如舟人 世世代代 永遠要塞車 一直喊要通過以後 你才說 你不知道 這是專業的黃國昌嗎 你這麼的遵從侯友誼 高度的肯定侯友誼的治理 那請問 侯友誼這樣子的土力財團 你敢不敢出來講兩句啊 你要選市長嘛 你來評論一下 侯友誼這個選址 還有這個程序 有沒有 有沒有土力到三重的立百代集團 和華電財團 有沒有 普通時他看到黑影就開槍 今天有一隻貴在這裡呢 我希望抓鬼大隊長 黃國昌 你出來抓鬼 我要再次的強調 明明在為財團利益在護航的 就是民主進步黨政府啊 我不知道民進黨的林舒芬委員 還有什麼臉面 敢指著我黃國昌的鼻子說 我跟財團靠攏 我再問一次 我跟哪個財團靠攏 說清楚講明白 我黃國昌跟你們民進黨的人不一樣啊 真的向財團靠攏的 是你們民進黨政府 我覺得喔 民進黨相關的委員 多關心一點自己在地 鄉親大家共同的期待 整個盧南盧北的計畫有多大 他攸關的是盧州是不是可以脫胎換骨 內政部部長林又昌 對於自己的拖延 對於內政部自己 在卡新北市相關的建設 站出來好好說清楚講明白 在那邊跟民進黨的立委一搭一唱 想要去掩飾 想要去遮掩 民進黨怎麼樣是大小言 民進黨怎麼樣 針對自家財團的利益 是火速的審理啊 面對到不同政黨地方政府的時候 是能拖就拖 能卡就卡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林又昌部長 你贊不贊成林淑芬所說的 侯友宜在推動盧南盧北的都市計畫的時候 是在為特定的財團圖利 林又昌你贊不贊成這句話 今天新北市府為了盧州居民的權益 在推動盧南盧北 整個都市計畫的翻新 希望讓盧州可以脫胎換骨 結果林淑芬你扣一個大帽子 說這是在圖利特定財團 那我就想要請教一下林又昌部長 你認不認為侯友宜在推動 是在圖利特定財團 圖利哪個特定的財團 說話可以這麼不負責任喔